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15号,星期一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 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一个主题是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要求阿里巴巴出售媒体业务 第2个就是台媒曝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访台的内幕是真的吗 我先说这个后面这个,因为后面这个,因为这个 短一点,就是 这个新闻其实 就是,它是台湾的新新闻杂志,那么3月10号爆出来的这个爆料 这个爆料呢,我其实我早就听到了,我已经看到这个新闻 但是我一直在等,就是等这个美国的媒体跟进 但是美国媒体没有跟进 其他的网络媒体都在跟进 网络媒体跟进 所以 我不说好像有大好 所以我今天就还是把它说了吧,说一下 那么它新闻是这么回事,今年的1月12号 美国国务院发一个公告 这个公告说呢,国务院会取消所有的外访 那么 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这个确保这个政权移交,因为 1月20号这个拜登政府就 就职,拜登总统就职,拜登政府就上台了 那么就要政权移交,那么国务院就发一个公告 说我们取消所有的外访 那么 其中有两个外访值得留意,第一个就是 那个1月13号下午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克拉夫特,就是访问台湾,台湾的行程,另外还有一个是 美国国务卿访问欧洲的行程,这两个行程都会取消 那么这个新闻当时是有一点引起关注,因为 大家都很关注,其实大家都很关注这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这个访台 因为这里面有非常大的政治意味 突然取消,但是这个理由呢 又很make sense,所以 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新新闻3月10号呢就爆料,说这个 他其实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他是怎么说呢,他说 这个当初为什么要取消这个 行程呢 是因为 这个行程差一点引发了 台海之间,台海的这一个 就是叫什么,自1967年金门炮战空战以来 中美之间最接近开战的一个危机 那么事情是这样的,去年11月份 川普拜选之后,那么国务卿蓬佩奥 仍然坚守强硬的对华政策,他做了两个决定 第一个决定就是 1月初取消了 美台高官的 交往的限制 那么 做了一系列的动作,包括我印象中好像是 好像是两个,一个美国大使,一个台湾驻某个国家,大家见面 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宣布就是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 访问台湾 那么当时呢,已经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就是政权交接只剩下半个月的时间 那么蓬佩奥的这两个措施呢 激怒了这个中国 北京,中共原来以为 苦等 苦等那个川普下台,等那个拜登上台 忍了两个多月,基本上这两个月 我们看 川普政府其实在政权移交前的两个多月 基本上 每个星期都有新的 新的东西出来 所以他忍了两个多月,最后忍到 最后10天受不了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克拉夫特 驻联合国大使的这个身份 那么又有外交,又有主权的意味 那么加上克拉夫特曾经公开表示 要推动联合国,推动台湾重返联合国 那么这个有外交承认 这个的意味 那么 所以呢中共就认为 美台 刻意 这是在刻意试探 中方的底线 那么 一旦让克拉夫特 访台成功的话 那将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难以预料后果 所以呢 1月 今年1月的7号到10号 中方就通过外交管道向美方强烈抗议 但没有什么效果 都说 这个外交管道基本上已经关掉了,就只能发传针了 发传针不回你也没办法 那么最后中共高层的决定,当然这个决定肯定是习近平做的决定 对克拉夫特访台 进行 军事行动 进行回应 然后解放军在11号 通过中美两军的这个联系机制,中美两军实际上有一个热线联系 这在我印象中是在95年建立起来的 那么热线联系,告知美军说 克拉夫特访台,损害 中国的主权利益,那么中方无法容忍和宽容 那么 当美国的专机,克拉夫特的专机 抵达台湾附近的时候 解放军的战机也会跟随进入台湾领空 宣誓台湾主权属于中国的立场 如果这个过程遇到台湾军机阻拦 那么不排除开火 这个信息 发出去之后 那个时候国防部正在忙于这个交接,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中方反应这么激烈 那么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尝试跟解放军沟通 但是拒绝,要求 提升这个沟通层级 中方拒绝 那么美国印太司令部评估,那么发现如果要提升这个沟通层级,中方拒绝 要保证 克拉夫特的专机安全降落台湾的话呢,只有动用 日本驻川绳加索纳空军基地的这个 空军第18连队F15C的战机护航 那 也就是说 就要面对美国跟中国,中美两军空军 会发生军事对峙的风险 那么如果由台湾战机全程护航的话 情况可能更麻烦,因为一旦解放军 军机大举越过中线 进逼,那么可能就会发生空战 那么到时候 美国专机被迫转将 驻日的基地 这样一来呢,美军即使能够 避免跟中国发生这个 军事冲突 但是这个时候就可能发生两岸的军事冲突 那是一场政治大灾难 那么国防部就把这个解放军的警告 加上他们的评估 就交给国务院 那么强烈要求取消这个克拉夫特的防台 那么这个时候的新闻说 说蓬佩奥虽然不高不高兴 但是审慎的考虑以后同意取消 因为避免 但为了避免这个外界联想,克拉夫特访台 这个取消访台是因为中方施加压力,所以干脆 就把所有的这个外访计划全部取消 那么当然其中有一个原因,他取消 蓬佩奥访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 欧洲其实不是很想 不是很想他去 那么这个问题 问题就来了 问题就来了什么呢?就是第1个 这个新闻到底有多真实 这里面 第1个,他新闻本身 这个新闻的 爆出来是解释 解释说这个 拜登政府对两岸的这个态度 持审慎的态度 为什么 原因是因为他解释 拜登政府为什么 在两岸问题上比较审慎 原因就是前面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会比较审慎 那么 这里面几个问题,我们要想一下,第1个问题 当时中国真的想开战吗?这是第1个问题 第2个问题 川普政府为什么最后怂了呢 他说开战就开战 这个第2个问题 第3个问题 拜登政府是不是因此就怂了呢 第4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够解释最近中国外交部的这个复读机,台湾是中国的 核心利益,是不是能解释这个问题 还有或者是他们这个新闻是不是也能解释 这个美国方面的立场,就是说为什么要会发生那个 这个 布林肯和这个 叫 杨洁篪通话的时候 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原因 这我们就一起来分析一下 我们简单不展开 第1个 中国是不是真的要开战 美国方面为什么判断他是想开战 大家想一下 这不是一件 太复杂的事情,我为什么之前没有跟进的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这个消息不是太真实 不是太可靠 原因是什么,你想一下 如果解放军真的要派军 军机去的话 他肯定要做后续的准备 就是说真的要开战的准备,你既然说 你要把这件事情推到一个这样的我们叫 边缘战略,这就叫边缘战略,就是你把一件事情要推到边缘上去 再往后面的话就可能发生一场双方 我不想要,你也不想要的后果 但是你要把这事情往前推的话 你后面得 得准备啊,你不可能不准备的 那么如果你说 这件事情可能擦枪走火,真的发生 两岸也好,中美也好,发生冲突 那 真的要打击仗来,那你不可能一点准备都没有 那你要做准备的话,你毫无疑问 你要调兵啊 对吧 排兵布阵了,你得把各种武器装备的准备好 得集中兵力 那如果你要集中兵力的话 那天上那么多卫星怎么会发现不了,而且美军天天在那 这个侦察机飞来飞去的,怎么会不知道 所以第1个 第1个问题就是 中国到底是不是下决心要跟美军发生一场这样的军 这种级别的冲突 那我不觉得在这个时候 北京高层要冒这个险 我觉得 双方的实力还是有很大的出入的 你想 如果就算,我们不说台湾 台湾放的一边,就算美军 美军加首纳,飞机起飞,护航 护送那个Craft的专机 在台北降落,解放军真的上来 解放军真的上来,我就让你上来,你要怎么样,你还能打吗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第1个 解放军用这种方式来做这个动作本身呢 不太成立 就是说 我们从来没有在两岸问题上,或者是在其他问题上 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一次 解放军认为 他要跟美军进行正面的冲突 这个我不相信 我不觉得解放军会做这件事情,解放军对付台湾那是有可能 但是说解放军直接派军队 直接派战机去跟美国空军进行对峙 我觉得 这个是几斤几两他知道的 这是第1个问题 就说解放军做这种 中共的高层 做这种赌博 有可能万一 万一美军不怂怎么办 那你真的要去跟他打吗 那如果美军真的上来把你打下来,你怎么办 你向美军开战吗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大相信,我不大相信这个新闻 这件事情会朝着这个方向走 因为 中共是经营据算 经营据算 当然这里面有一点 是什么呢 是不是中国方面已经认识 或者是 吃定了 川普是不打仗的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 这种可能性不大 因为 老实讲 在整个的后期 中国方面对川普已经放弃了 就是说川普不可预测,你根本想不到川普会怎么回应 这是第1个 就是 中国政府 中共高层,包括习近平 他会做这种级别的冒险 让解放军去直接面对美军,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说你打台湾 美军出不出手 他有很难做出决定 问题是你跟他直接对峙美军出不出手,他很难决定,我觉得他一点都不难决定 这是第1个,第2个 川普政府怎么就怂了呢 这件事情肯定不是蓬佩奥的决定 这件事情肯定是川普的决定 川普在这件事情上会怂吗 我觉得川普是不想打仗,这是肯定的 但是我也不觉得川普在这个时候他会怂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这个时候打一仗未必不好啊 你说是不是,正好 我还觉得我这个选举不公正 正好 解放军要挑战我,我就派这个 军队 空军护航 你一个不小心他真的不怂怎么办 他就要让你打一仗 他变成一个战事总统 这也没什么不好 所以这个问题川普政府 凭什么 共军会觉得川普会怂吗 这是第2个问题 第3个问题 这个时候这种级别的新闻出来 是新新闻爆出来的 不是美国的那边 媒体爆出来的 这个有点不make sense,因为这件事情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来自于 来自于美国 不来自于台湾 就说就算这件事情全部发生 真的发生了 台湾不一定知道 台湾不一定知道 大陆知道,美国国务院知道 台湾不一定知道,那为什么新新闻拿到的新闻,不是 华尔街日报或者是布林本或者是路透 或者是这个 纽约时报拿到,所以 而且发生一个这种级别的新闻 我觉得美国记者肯定比台湾记者厉害 这个新闻怎么会从台湾那边出来 所以我也不大相信 我也不大相信 就说 还有一个就是 拜登政府会因为 这个习近平武力威胁川普 他就跟着一起怂了吗 这也不make sense 我不觉得拜登政府会怂 他只是有不同的做法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你要知道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很 我不觉得这个地球上有任何一个军事组织 能够威胁美国总统 这个 而且在这件事情上 美国总统要在这个事情上要怂了的话 那美国人民不会放过他 而且你又不是打不赢 你怂什么怂 所以 我们从另外一件事情看 就是 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这个外交部 各个层次 不断的 中国外交部 各个层次 复读机 天天在讲台湾 红线不可碰 如果他用武力相威胁 美国政府就怂了 他需要再做复读机吗 美国政府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 美国政府已经怂了我怕啥 所以 从这一系列的事件来看我对这条新闻是持怀疑的态度 因为 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走向不一定不符合 不符合中共的特点 中共从来没有 让自己去直接面对美军的 那都是直接跟台湾 讲我也同意台湾 他没有讲过 中共在所有的场合 都是想办法排除美军 都是宣传说 美军会为台湾人牺牲美军的生命吗我不相信都是 这种论调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 我对这个新闻所以我们简单的介绍然后 我们就讲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主题 好吧 总结一下反正就是 我不相信 好了另外一个是华尔街日报中国要求阿里巴巴出售媒体业务 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消息 他说呢这个 中国政府反垄断现在风头火势 那么官方这个清查 审查阿里巴巴旗下的媒体清单 对他的这个扩张感到震惊 所以对阿里巴巴提出计划 要求他减持这个媒体的资产 那么知情人士说阿里巴巴巨大的媒体影响力 被中共视为对他们的宣传系统的挑战 然后他列出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媒体清单说这个南华早报啊第一财经啊新浪啊 比利比利啊芒果超媒啊分中媒体啊 还包括36克啊等等 那显然他这个媒体清单是非常不完整的清单 我们等一下就解释啊那然后他就说 目前不知道阿里巴巴是不是是不是要卖掉 全部的媒体资产 那么但是阿里巴巴做的所有的计划都要经过批准才能做 阿里巴巴那就不做回应 不做 回应但是他发表了一个声明 发表什么声明他就说 他说阿里巴巴是媒体资产的被动投资者 阿里巴巴对这些媒体的投资 是为了他的业务升级提供技术支持 并且和阿里巴巴的核心业务 实现商业协同效应 阿里巴巴不干预这些媒体的日常工作 和编辑决定 那么 华尔街日报认为 其实 华尔街日报认为 说这个阿里巴巴放弃这个媒体业务不见得是坏事 因为放弃一些非核心业务 阿里巴巴可以处于较安全的位置 从这个监管的冲击中重生 而且可以让阿里巴巴避开政治的雷区 新闻就这个新闻 比较简单 阿里巴巴的媒体业务 引起了中共的不满 好 我们就这件事情我们来展开来 聊一下 先说互联网 这件事情跟我的专业有关系 中国的互联网基本上归根结底就是两家公司的 竞争 一家公司叫腾讯 一家公司叫阿里巴巴 以前呢 还有一个百度 百度这些年就已经 应该影子都看不见了 已经被甩到 不知道哪里去了 百度原来 原来是一个很强有力的竞争者 但是百度自己 就忙着赚小钱去了 大方向没看见 所以一不小心 别人变成了巨头 他变成了小混混 他搞这个竞价排名把自己名声给搞臭了 那么这是第1个 互联网 基本上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中国互联网就是两家公司 一家公司叫腾讯 一家公司叫阿里巴巴 这是第1个 第2个 互联网的业务的竞争 互联网业务竞争 归根结底是 流量的竞争 流量竞争 那么 从流量的角度来说呢 大家知道互联网靠的就是流量 只要你有流量 垃圾都能卖出去 都能卖出去 因为它足够的多 那么先说腾讯 腾讯有两个互联网的流量入口 第1个叫微信 第2个叫QQ 这两个流量入口呢 让腾讯在那个 在阿里巴巴和阿里巴巴竞争当中 它取得优势 所以 它不需要考虑流量的问题 因为它本身就是流量 它就是流量的入口 为什么 因为我举个例子啊 大家可以理解 微信 微信天天都在用 你天天都在打开 腾讯 微信这个应用啊 这个程序 你永远都是开着的 因为你随时要跟你的朋友联系 大量的应用在里面 原因就是因为它是流量的入口 你不断的打开它 你打开它就是流量 每个用户打开就叫流量 所以 它的这种级别的用户 它有这种级别的用户 它有这种级别的 地位 那么腾讯就非常的有利 所以腾讯不考虑做媒体 不需要 为什么 自己就是媒体 那么腾讯就以这个为平台 建立了一个庞大的 互联网 帝国 那么延伸到各个层面的电子商务 赚钱 游戏等等 挣很多钱 那么腾讯有两大神器 两大或者两大神兽 一个叫京东 一个叫美团 这都是 这都是现象级的应用 我叫现象级的应用 它已经不是某一个APP的问题 它本身就是个现象级 规模非常大 为什么 它能够做到这个级别 就是因为 它趴在了 腾讯的流量入口 以前 雷军说这个风大的时候 猪都会飞起来 它就是在那个入口 入口 那风很大 猪都能飞起来 原因就是这个 那么腾讯就是这个 阿里巴巴呢 阿里巴巴本身就是电子商务 它就是应用级别的 它就是应用 它不是 不是底层级别 它应用级别 它不是流量入口 它是流量的消耗者 它要流量 因为你想啊 阿里巴巴 它淘宝 淘宝就是让大家买东西的 买东西的是 它要让大家来 它是流量的消耗者 所以为什么当初淘宝投资 规模那么大 原因就是要扔很多的 让大家注意它 让大家跑到它上面去 它吸引大家 钱花在哪里 花在流量上 它要从其他地方导流量进去 那你怎么办 那你就要找流量 流量在哪里 流量到我讲 一个就是 入口 流量入口 其实阿里巴巴在这个领域买了很多 买墨墨啊 买这个 流量入口 那就是流量入口 然后再就是什么 流量在哪里 流量在媒体 媒体有注意力 所以呢 所以阿里巴巴就要投资媒体 要把这媒体抓在自己手里 保证它的流量 否则的话 它的 它的电子商务业务就没有基础 所以这就是阿里巴巴投资媒体的 我们叫业务逻辑 业务逻辑就是这个 他做电子商务 他做淘宝 他就必须控制流量 控制流量 那就要买什么 买这种什么 社交媒体呀 买各种各样的流量 他买的流量 你把广告费投到那去 你还不如直接把媒体给买了呢 所以他就是 他的逻辑 业务逻辑就是这样 所以 当然这背后 阿里巴巴 商业帝国建立一个护城河 中间的一些政治意涵 有没有呢 肯定有 肯定是会有的 会不会有一些领导的授意呢 阿里巴巴马云原来也是自己人嘛 对不对 那你看他声明是这么说 声明说阿里巴巴是媒体资产的被动投资者 是不是也能说明 中间有一些 授意他去做的事情 你比如说南华早报 他收购南华早报 你说阿里巴巴跟南华早报有什么业务逻辑吗 当然没有 但虽然 淘宝也跑到香港去 但是这跟阿里巴巴跟这个 跟南华早报没有直接的业务逻辑 所以这里面 是不是也有这种 这个政府的某种授意 让他去做个白手套 我觉得都有可能性 那阿里巴巴是什么时候开始介入媒体业务呢 是从2009年 2009年 淘宝本身就是个媒体 你想一下 他有这么多人在 每天在打开他 淘宝的核心业务是广告业务 其实他就是卖进价排名 卖进价排名他挣这么多钱 他进价排名是什么 就是广告 广告收入 其实阿里巴巴本身就是一个 淘宝本身就是一个 广告公司 所以他创办2009年 2011年创办了一个叫 淘宝天下杂志 还有个天下网商杂志 他办这两个杂志 他开始布局这个媒体 那么他就分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广告胡椒面 广告胡椒面 2014年到2015年 他就开始 开始广告胡椒面 先是收购了两家公司 这两家公司很有名 一个叫微博 新浪微博 一个叫默默 默默是社交媒体 然后就开始干什么 开始 入股优酷 优酷都知道 然后收购商业评论杂志 收购这个虾米音乐 收购光线传媒 收购华谊兄弟 收购华术传媒 当然不是 他不是变成大股东 但是他入股 入股 主要是入股 但是收购的是 大股东是什么 大股东是微博 跟默默 他入股 然后就收购南华早报 收购文化中国60%的股权 把文化中国改名叫什么 改名叫阿里影业 阿里影业 阿里巴巴在 电影娱乐这个行业 非常强 等一下我再跟你说 第2阶段 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开始买媒体 2016年入股财新媒体 财新网 财新网就是胡舒立 然后进一步争持这个新浪微博 成为新浪微博的控股 然后在和新华网合办了一个新媒体公司 叫新华智联科技 2017年 收购 收购这个WPP WPP中国业务20%的股权 WPP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 他下面的这些公关公司 广告公司 大家肯定都听过 博雅公关 韦达公关 澳美集团 澳美广告 我差点去澳美广告 智威汤讯 传利 传利媒体 杨特品牌联盟等 一系列 他底下拥有这么多个 公关公司 广告公司 这是控制渠道 控制渠道 这是第2阶段 第3阶段 就开始布局这种上市公司 买上市公司 买了什么呢 买了 华人文化集团 华人文化集团 它下面有什么呢 大家一说 大家就知道 星空传媒 正午阳光 然后引力影视 哨子兄弟 华生传媒 日月星光 效果文化 然后他还有一些发行渠道 这是一个 2018年最重要的投资就是华人文化集团 然后呢 再收了什么呢 收购呢 分众传媒 芒果超媒 芒果超媒是这个 湖南广电 他收购这两个 收购这两个 他就等于有了上市公司 媒体的上市公司 所以他建立了一个 阿里巴巴旗下的媒体业务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媒体帝国 媒体帝国 有公关广告公司 有影视制作 有社交媒体 有广电媒体 有新闻综合媒体 还有音乐媒体 所以他非常厉害 这一般的媒体公司跟他没法比 非常大 那么在电影影视这个领域啊 是阿里的 主要的 重点的投资领域 他有阿里影业 他本身阿里影业很厉害 然后他还有什么 光线传媒 华谊兄弟 你想一下 这三家公司加在一起是什么级别的 所以他在这个里面非常厉害 他还入股了什么 万达影院 万达影院 然后他自己底下有个 这个逃票票 逃票票 专门卖电影票 所以大家知道 这一些爆款的电影 比如说哪吒 他有份投资的 我不是药神 他有份投资的 都是10亿以上的票房 这个西红柿首富 流浪地球 都是阿里的投资 然后公关 公关当然最厉害的 广告公司这块最厉害 当然是 世界上最大的广告公司 其实不是刚才说的 WPP 是谁啊 阿里妈妈 阿里妈妈就是一个广告公司 世界上 去年2020年 阿里妈妈的广告营收 多少 328亿美元 没有一家广告公司比他更高 然后第3个是什么 新闻综合 新闻综合方面 商业评论 财新 微博 然后是财经媒体 叫第1财经 然后他 他还跟 这几家媒体有 有股权关系 一个是金华时报 一个是北京社区报 一个是博客天下 财经天下封面 有股权合作 股权合作就是没办法投资 但是我进行股权合作 然后呢 还投资了什么 36克 36克是一个科技媒体 虎秀网也是个科技媒体 泰媒体也是个科技媒体 还有Pinvest品位也是科技媒体 所以呢 你可以看 就是 阿里巴巴其实他旗下的这个媒体帝国非常的庞大 但是 开始发生转变时 去年4月份 去年4月份发生了一起这个 也是现象级的事件 什么事情呢 去年4月 天猫总裁的太太 这个在微博上 他微博的 昵称叫 花花董花花 这个 天 这是天猫总裁 蒋帆的太太 花花董花花就发了一个微信 发了一个微信 直接喊话 网红 网红张大义 张大义是在天猫上开店的 开店 他跟那个蒋帆关系很好 他是个网红 然后就直接在 发了一个微博 说这个 这个微博怎么说呢 说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警告你 再来招惹我老公 我就不客气了 老娘也不是好惹的 他 张大义 这新闻一下子就爆开了 你想一下 这个花花董花花是这个天猫的总裁的太太 然后张大义是天猫里面的网红 就是开网店 然后中间 发生了一个这样 这种级别的 那吃瓜群众 蜂拥而至 结果怎么样 结果很快 因为你想一下 这中间涉及到什么 这个第三者插足 然后就是天猫的这种内部腐败 利益收送 那你想 对于天猫来说 绝对是个危机 危机公关 很快的 所有微博上的这话题 马上 秒三 消失了 花花董花花的微博 先是关闭评论 最后封了账号 然后 各个大V全部都敬言 不说话 事情就这么平息下来 平息下来之后怎么样 天猫的总裁蒋帆被处分 然后失去了他在这个阿里的地位 原有地位 然后这个网红张大义 修成正果 最后嫁给了蒋帆 然后就 大家就见识到了 这件事情一上来 就见识到什么 见识到了这个 阿里的这种媒体这种掌控的力量 你想当时这个新闻有多火啊 你想 这件事情 又跟钱有关 又跟绯闻有关 又跟这个腐败有关 这吃瓜群众多忙活 最后 康插 被阿里按下 阿里一按 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然后这件事情 真正 降下帷幕的是什么 6月10号 国家网信办指导北京办公室 约谈新浪负责人 针对微博在蒋某事件中干扰网上传播格局 以及违法违规问题责令微博整改 这就是这件事情的结果 然后呢 到了11月份 那么在长沙举行的2020年中国新媒体大会上 中宣部副部长 国新办主任徐林 说要坚决防范 资本操控舆论 这件事情就来了吧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跟今天 这个阿里巴巴被要求出售这个媒体业务有没有关联 肯定是有关联 那 中共手上的 中共手上有两个武器 保卫政权 第1个是什么 枪杆子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枪杆子里面守政权 第2个就是笔杆子 笔杆子是什么 笔杆子就是媒体 媒体是 中共的一个禁乱 谁都不可以碰 但你一不小心 阿里搞了个媒体集团 媒体帝国出来 那么你可以看一下 到去年12月 11号 中央政治局会议里面有句话 中央政治局会议是 12月11号开的证券会议 它的主题是什么 研究2021年经济工作 但是中间他讲了一句话 强化反垄断 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这句话出来之后你就看到 互联网媒体就开始 互联网 公司 就开始打压各种反腐败 反垄断 这个无序扩张 那么你可以看到 我们就大体上总结一下 这件事情第1个 肯定是针对马云 针对马云 也就是说 你可以看 这新闻没有停 马云的新闻其实没有停 所以 虽然他过关 说是过关 但是真的没有 这件性质发生了根本的问题 根本的变化 马云先是从蚂蚁集团开始出状况 然后又回到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就之前 添价罚款 后来又否认说没有添价罚款 现在又说要阿里巴巴出售媒体业务 媒体业务比罚款更狠 这是一个 显然 马云还没有过关 这个行动肯定是对他 和他的商业帝国进行追击的一个延续 这是第2 马云的媒体集团 当他拥有 当他在建立这个媒体集团的媒体帝国的时候 他还是自己人 所以 他在搭建这个媒体帝国的过程当中 他没有问题 没有受到任何的障碍 他就把这个帝国给建立起来 但是前提是一个 马云能不能保住他的媒体帝国 只有一个前提 什么前提 他得是自己人 他是自己人 所以他可以建立这个媒体帝国 为什么要出售 为什么让他出售媒体业务 因为他已经不是自己人 不是自己人 你怎么可以手里握着媒体 那怎么行 那不行 这是根本的原因 就这件事情的核心 第3 阿里巴巴要是失去了媒体业务 阿里巴巴也将会 在和 腾讯的竞争过程当中 败下阵来 为什么 大家知道 互联网 归根结底 是流量的竞争 如果他失去了媒体帝国 那他就失去了流量的支撑 如果 如果阿里巴巴没有流量的支撑 他的淘宝也好 他的阿里巴巴也好 都会有问题 所以呢 他会 他不一定说 我就说他输掉 那就是说 他会失去竞争优势 其实 大家知道 阿里巴巴 整个的阿里巴巴加上这个蚂蚁集团 他的市值 他的规模要比腾讯大得多 那并不是因为 并不是因为他的业务结构有优势 不是的 是他就是因为业务结构没有优势 他做的就比腾讯更激进 他做的就更广泛 所以他的市值反而更大 腾讯没有那么大 腾讯因为他不用那么忙 大家记住 有些商业机构 他做的更好的原因是因为他条件没那么好 条件太好的企业 他结果不一定那么优秀 大体上就是这样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两个主题 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总结 第1个 就是台湾媒体 说去年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访问台湾 被取消 背后的原因是因为 中国大陆方面 不惜与美军一战 要用军事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新闻爆出来 发酵到今天 我认为这个新闻不可靠 不符合 不符合这个各方 中国美国台湾这个 这个三方之间的这个属性 特性 这是第1个 第2个 就是 华尔街日报爆出来说这个 中国官方要求阿里巴巴出售媒体业务 那么如果阿里巴巴出售了他的媒体业务 对阿里巴巴来说那是 巨大的沉重打击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在这里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的会 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 请大家不要聊天 那么四个 情况 问题 观点 情绪 好吗 OK 鸣谢 谢谢 王先生讲课真好听 谢谢 提问 关于产业升级 我一直有个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从基础制造业 升级到高端科技产业 那么这个国家原来的基础制造业的蓝领阶级将如何就业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转行到其他的产业吧 好问题 大家知道 产业升级 如果你一个地区 发生产业升级 那么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的就业人口要开始转向 转到新的产业上面去 那么有一些会被淘汰 淘汰怎么办 淘汰 那你就要帮他进行重新的培训 重新 而且你需要想办法 发展一些 更高端的 比如说 假如你是从制造业 升级到 升级到这个高科技 高端科技产业 那你就要想办法 一个 要进行培训 把原来的产业 产业工人 或者是产业从业人员 培训到能够适应新的产业当中去 你现在 其实你现在看一下 比如说 我们讲说这个蓝领 你去看一下这个现在的汽车厂 以前的汽车厂 是完全的蓝领 你现在看现在汽车厂的这些蓝领 其实跟以前的蓝领已经完全不一样 他们工作的内容 和他现有的 原来的工作内容已经不同 他已经是叫 我们叫 叫这个高端制造业的这个蓝领 不一样 所以他们慢慢的要 要升级 就说 从业人员要升级 但是毫无疑问 有一些从业人员一定会被淘汰 就是会被淘汰 如果你 基础的低端的制造业升级的话 那社会保障体系就要发挥作用 基本上是这样 提问 王老师你好 第一次在您的直播提问 我想问 中国的货币 中共想统一台湾的原因是什么 是军事扩张的目的 还是 中共想统一台湾 大家知道 你都用统一了 你没有用侵占或者是占领 你用统一 那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 那么 一个中国 中国有这么多个部分 那我们要变成一个国家 就叫统一 那你说他要统一台湾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统一中国 这是他的目的 那么对于中共来说 他目前是中国大陆的唯一的执政党 那他作为执政党的领导人或者负责人 他有这样的政治抱负 就叫政治抱负 他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这样的工业 在历史上写下他的名字 在江泽民领导下统一了香港 香港回归祖国 这是他的工业 当然这件事情是由邓小平发起 但是在江泽民手上实现 那么现在的领导人 比如说习近平他觉得 我是不是也应该有点工业呢 现在香港跟澳门都回归了 现在只剩下台湾了 那我这个中国大国崛起了 我是不是也应该利用大国崛起这样的地位和实力 去统一台湾 这就是他的想法 所以他的目的就是统一祖国 观点 CCP就是典型的霸凌者 只会欺负弱小 对比自己强大的人永远是低声下气的 但是不要小看CCP发动的舆论攻势 我觉得这是他们不敢打常规战的另外一个佐证 叫的响的狗不咬人 这次呢 美国的新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他引用了美国智库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 美军现在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就是 美军没有建立足够的 可信的威慑力 什么叫可信的威慑力 可信的威慑力就是 简单的说 就是你不能上来就打核战争啊 你肯定上来是打常规战争 常规战争 就是那种你看得见摸得着的优势 就是两个军舰 往中间一靠 你这10万吨 你这3000吨 你就不用打了 基本上这两个实力悬殊 这是可信的威慑 那我这10万吨的船往中间一开 你这个3000吨的你敢屌性吗 就不敢屌性 因为他有可信的威慑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 现在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美军现在开始要建立它 建立它在常规武器上的这种优势 这种优势让你 制造这种 局部的 局部的军事摩擦都不敢 因为实力相差太大 大概是这样 观点 阿里巴巴的媒体业务国有化并不让人觉得意外 不然这样的重要 喉舌 掌握在韩照量很低的人手里 会让某些人寝食难安 如梗在喉 稍不留意就会带错风向 或者露出马脚 CCP在传媒宣传领域这一系列的产品动作 真的是戈贝尔附体 把谎话说一千遍就成为真理的信条进行到底 观点 马云虽然不算上好人 算不上好人 但他得势的时候 都叫马爸爸 现在失势 都往死里踩他 最荒诞的是这些人 是同一波人 现在国人和100年前相比 感觉是离文明越来越远 马云好不好人 我不知道 第一 马云是党员 马云跟马化腾都是党员 阿里巴巴跟腾讯都有党委 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 第1条 第2条 他把企业做成这样级别的 我们叫现象级的一个规模 他肯定是被信得过的 否则他这个企业做不到这么大 而且他背后还有一系列的政治势力 所以我们很难用好人还是坏人 来评价马云或者马化腾这种人 因为 他有很多不同的维度去观察他 有不同的结论 所以 很难说 就是 看你 站在什么角度去评价他 或者站在哪个维度去衡量他的问题 所以马云是好人坏人这个事情 说不完 一句话说不完 提问 马云曾经说过 我自己觉得中国的企业家 确实没有好的下场 事实也如此 历史也如此 历史不会因为今天而改变 会有仅存侥幸的人 毕竟不多 这并不是悲观 知天命者才能乐观 所以他两年前已经宣布所谓退居二线当老师 如今他怎么还 还在和共产党折腾被折腾 是不是因为赵家的利益陷得太深 无法全身而退 怎么说呢 他两年前的 退居二线 显然是不情愿 显然是一个交换 他退休 交换是蚂蚁上市 我放 我放那个 阿里巴巴出来 但是我要建一个新的 就是 蚂蚁集团上市 为什么蚂蚁集团上市好像是必然的结果 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这是第1个 第2个 他蚂蚁 虽然马云退休 从阿里巴巴退休 但是 这显然他没有 显然他没有放下所有的一切 他一直在 他一直在战斗 没有停过 包括你想 他从阿里巴巴退休下来 蚂蚁集团马上准备上市 蚂蚁集团上市2000亿美元 什么情况 他退休 那肯定没有退休 马云肯定从来就没有退休 他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战斗 所以 全身而退这件事情 怎么说呢 都在里面吗 退不了的 全身而退这件事情 那么多人跟着他 背后有那么多人 那么多人的利益 他怎么退得来 退不了的 退不了 树欲进 而风不止 观点 王先生显然漏了字节跳动 字节已经有跟腾讯阿里顶逐而三的趋势 并且他是国际化最成功的中国互联网企业 其未来比两大巨头走得更远 是这样吗 未必吧 我们走着瞧 这节跳动当然不错 他有抖音 有这个近日头条 他当然现在发展得很快 他现在 当然他是一个新兴的媒体的力量 这个是没有疑问 但是你说整个中国互联网 他在整个互联网 他在整个中国互联网 在这个大潮当中 他还是 跟腾讯跟阿里还是没办法比 不是一个级别的 他是某一家公司可以比 这个叫什么 头条新闻跟跟微博啊 大家 是同一个级别 抖音跟这个微信可以进行一些对话 但是你说他跟阿里巴巴跟腾讯 他比不上 还没有到那个级别 还有发展吧 我不怀疑 我不怀疑他有这样的潜力 但是他现在还不是 提问 王老师怎么看 中国俄 苏俄 古巴 朝鲜 俄罗斯吧 你说的是 伊朗 委内瑞拉等17个国家签署一个军事条约 以保卫联合国的 精神为名 抵抗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禁运 会打起来 不是军事条约 是保护联合国的一个 一个倡议 你说的这个不是你的新闻不准确 很好 我觉得很好 对吗 这个叫什么 叫 物与类聚吗 让大家看一下 这些在一起的人都是这些什么人 这挺好的 我觉得挺好的 尽快的形成 他们做这件事情 其实把事情做反了 西方国家其实有问题 西方国家就是 大家有不同的利益 所以西方国家在一起整合的时间会比较长 会比较慢 为什么 因为 大家利益有很多利益 比如说跟中国有很多生意来往 中国的影响力也很大 也做很多的工作 渗透各种工作都做 所以西方国家整合立场 去联合起来 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17国家签一个什么鬼东西出来 原来只是一个没有具体的对手 他们出来了 正好 帮助西方国家整合立场 我觉得这挺好 问题 俄罗斯 朝鲜 中国 这三兄弟里面 俄和朝 是不是相对中国更容易实现民主化竞争? 感觉他们权力过于集中在普京和三胖手里 相对中国这种由一小撮红色家族 掌控的极权政体 更有脆断的可能性 问题一 我通常不花时间在这个问题上 因为这个问题有太多的假设 我们很多历史进程有很多偶然性 这种偶然性你不可预测 所以 我不 不花时间考虑这种问题 好吗 问题二 中国这种已经非常成熟的极权政体 想从内部改变已经是不是不是现实了 那么如果世界上的其他类似俄朝 这种极权兄弟垮台后 全世界视线都集中在中国这个最后极权大国时 那个时候巨大的外部压力才有可能改变可能性 朝鲜也好 俄罗斯也好 跟中国相比 已经没有相提并论的价值 就是说 中国对西方来说变成一个主要的威胁来源 包括俄罗斯 俄罗斯其实 美国也好 西方国家也好 在技术层面 俄罗斯会有影响 因为俄罗斯毕竟他的 他的这种叫什么 军事力量还是很强 但是他的军事力量毕竟有限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不觉得 主要是欧洲把俄罗斯当作一个战略威胁 对不起 其实整个西方国家并没有 把俄罗斯太放在眼里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俄罗斯不可能跟中国相提并论 好吧 所以 我们不需要去讨论这种问题 情绪 我先生最近在我的影响下每天都听网损 我从2019年底开始订阅网损的频道 非常长知识 长见识 希望网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开启海外 中国人的名字 谢谢你 谢谢 感谢的肯定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 鸣谢一下 谢谢 谢谢 那我这里说两点 第一点 我们时间调整了 那么有些网友还没有跟过来 希望大家尽快的更新一下你们的时间 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参加我们的直播 提供你的看法和观点 也提供 也在这里提出你的问题啊 那么另外一点呢 就是 我们现在的节目慢慢的 基本上慢慢的稳定下来 但是我还会进行不断的尝试 比如说 我们星期天开了一档 跟Clubhouse的这个双平台的直播 那么当然在这个新的这个尝试当中 这些新的尝试肯定和我们 现在的节目是不一样的 有很多网友会不习惯 没关系 反正我们星期天的那档节目 本来是没有的 我休息 我只是想为了 为了尝试新的东西 我们做这档节目 所以请大家用包容的心态来面对这些新的事物 因为我不知道未来发展的 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不能够缺席 所有的新的东西我们都会尝试 好吗 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TT 谢谢